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2月21日星期日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特朗普總統在海湖莊園那一棵樹 接見了共和黨的眾議院黨鞭斯卡尼斯 而有消息也證實 特朗普總統將會在下個星期 出席保守派政治行動大會 而且會在會上發表演講 這次活動是自從他卸任以來第一次公開露面 至於第二宗消息就是拜登帶領美國重返巴黎氣候協定 包括特朗普總統在內的很多共和黨人 都對於拜登這個決定感到非常憤怒 認為他這樣做法只會使得美國經濟受損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在上個星期 特朗普總統在海湖莊園那一棵樹 接見共和黨的眾議院黨鞭斯卡尼斯 這次的會面就是繼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之後 再有共和黨的眾議院重量級人馬跟特朗普總統會面 反映得到其實現時眾議院的共和黨團 就是特朗普總統的勢力範圍 是他影響所及的人員 無論是麥卡錫還是斯卡尼斯 其實都是去到海湖莊園那一棵樹 是進見特朗普總統 因為海湖莊園正正是他的主場 他就是住在海湖莊園 所以這兩位的大佬 就是專程去到法羅里達州見面 所以誰是莊 誰是閒 就已經很清楚了 而這一連串的會面也有利於特朗普總統 擺平黨內一切的反對勢力 為什麼呢 因為當這些眾議院的大佬陸續表態的時候 也會影響黨內其他眾議員陸續歸隊 忠然在上次眾議院的談刑案當中 事實上是有10票離開了 這10個人就是以撤離女為首的10名眾議員 問題就是這班人是細孤力弱的 這班人是受到黨內的很多譴責 尤其是受到地區黨部的基層黨員的譴責 所以這班人在下次的換屆選舉當中 到底能不能再次代表共和黨上陣 都成問題了 因為參照參議院內的談刑案有7票倒過 那7票當中其實他們都已經知道政治生命走到盡頭 於是紛紛都說下一屆是不會參選的 因為他們就知道就算他們勉強參選也好 因為他們首先要經過黨內初選 如果連黨都不支持你的時候 你只不過是很醜 因為一個現任的參議員或眾議員 得不到黨內的支持提名 其實是很沒面子和很具侮辱性的 所以那7件旦散已經說要下一屆不選了 至於眾議院內那10個人又怎樣呢 可能我相信命運也是差不多的 尤其是當眾議院內的大佬陸續都表態 去到海湖莊園那時候進見特朗普總統的時候 只會更加顯得共和黨內的黨內反對勢力是細孤力弱 目前這一班這樣的反對勢力 眾議院是以切尼的女兒為首的 參議院是以麥康內爾為首的 即使這兩股勢力合流是能夠成功整合也好 其實他們也很難和黨內的主流派抗衡 現在的主流派正正就是特朗普總統握旗 每個人都去他主場見他 就算參議院都一樣是有人去見他 所以現在這樣搞下去的時候 麥康內爾那班人照計就應該是搞不起來了 至於在下星期特朗普總統也會出席保守派的政治行動大會 而且會在會上進行一次演說 這次的活動其實也是他自從卸任之後 首次出席公開活動的路面 而今次的大會也可以說是聲光暗暗的 除了特朗普總統之外 他有很多親信都會出席 比如說蓬佩奧 佛羅里達州州長 以及南達科他州州長等等 所以這次的會面也是保守派其中一個年度的盛事 在這次的大會當中 到底特朗普的演說是會有什麼內容呢 據說他會猛烈的抨擊拜登一連串的去特朗普化的措施 以及主打針對他邊境的政策 尤其是現在拜登準備要放生大量的中美洲難民入境 而且也提到要給一千萬個非法移民 為他們鋪路入籍美國 這些措施肯定會令很多紅州的居民感到不滿 藍州喜歡收多少是你自己的事 但是紅州向來都不喜歡這些非法移民 還要放生他入境之餘 還要給他入籍 只會構成很嚴重的財政負擔 就算在州政府的層面都會出事 所以特朗普總統現在主打邊境政策 也同樣地為他那個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就是讓美國再次強大的運動打響頭炮 接著就轉看第二宗消息 就是拜登帶領美國重返巴黎氣候協定 其實這個議題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基本上只會撞送美國經濟復甦的步伐 因為巴黎氣候協定名義上是搞環保 實際上是搞政治 我們看看特朗普總統如何評價拜登這個決定 他認為巴黎氣候協定對於美國的經濟 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 同時他又對於大陸的溫室氣體排放限制過於寬鬆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 因為巴黎氣候協定裡面規定了 其實中國目前還可以增加排放 一直到2030年的時候才達到封值 即是從那時候開始的碳排放才會向下調整 問題就是現在美國由於作為一個所謂的已發展國家 你一重返巴黎氣候協定的時候 你就要減排 你就要做很多措施 包括花很多錢 來達至減排的目標 這樣對於美國的經濟來說 肯定是不利的 而且也限制了美國的經濟增長 你犧牲了美國的經濟 來遷就這個所謂的氣候 問題就是如果全世界都一起減排的話 這樣就無所謂的 很公平 誰知不是的 有些國家還可以增排 其實不僅是中國 有些其他發展中的國家都可以 但是美國偏偏就要開始減排 所以特朗普總統在2019年的時候就退了 所以去年美國的能源業發展已經很輕盛 使得美國的石油產量約升成為全球第一位 超越了任何一個海灣國家 中東國家 這當然是非常了不起 因為能夠實現得到美國一定程度上的能源自主 而且也可以使得美國的能源價格向下調整 一向下調整的時候 得益的也是全美國的消費者 而且你實現到能源自主的時候 也可以節省很多運輸成本 基本上都是達到環保的 因為你本身用船運的時候 那個碳排放一樣是存在的 現在你在美國自行生產 那你運輸成本 運輸所產生出來的碳排放 也是一條數目 而且你如果在地生產的話 就能夠使得美國有很多能源業的工人 那個生活質素和條件有所提升 根本上就是很多益處的 如果你純粹著眼於說環保的時候 大家一起去做是沒有問題的 你不能夠只有一個國家去做 其他國家繼續增牌 一個國家減牌 那你根本就是玩自己的 因為你氣候這件事 就是要大家一起出力才行 你不可能只有一個國家出力 這些安排無非就是找美國笨 所以特朗普總統就不上當 就退出了 不過現在拜登又死回去 好了 接著我們再講一件事 就是關於紐約州長庫默去留的問題 現在不僅是共和黨人醞釀要彈劾他 其實他也面臨著很多黨友的不滿 甚至乎譴責 為什麼呢 因為中期選舉我都說了 其實剩下一年零十個月就要舉行 民主黨他本身也是要止血的 尤其是你這個庫默所干犯的東西就是隱瞞疫情 而且他在上個星期也說了 他不會就著這個隱瞞道歉 所以也引致到很多民眾憤怒 甚至乎現在連極左AOC議員 他也走出來呼籲要對庫默進行全面的調查 但是庫默他就很口硬 他到現在都不肯認錯 他又怎麼說呢 他說現在純粹就是一群共和黨人在玩政治 沒有人有權散播謠言和錯誤的訊息 造成痛苦 這群人全部都在搗亂 他就把追責的情況歸咎於共和黨人搞政治 但是有留意的人都知道 基本上連他的黨友都不爭他 因為真的爭不下 你爭他的時候等同於自己也陪他一起攬炒 所以很多民主黨員紛紛都跟他割席 沒有人可以黏在他 大佬生人密近 你一黏在他的時候等同於變相 默許他甚至乎是認同他去隱瞞疫情 所以個個都雞飛狗走 暫時又真的沒什麼看到有人去補他 如果搞到最後 分分鐘在這個州議會的彈劾案當中 可能會通過都不出奇 所以現在共和黨已經開始醞釀一些人選 到底下一次的州長選舉派哪一個出戰 當然現在他們名義上說 這個人將會是下次的換屆選舉當中代表共和黨上陣 但是一旦彈劾案通過了以後 其實這個人就可以馬上上陣 按照目前已知的消息 共和黨就打算推舉代表著Long Island長島選區的那位國會眾議員 是在下一次的選舉當中上陣的 所以現在都看到 似乎共和黨是很有戰意的 尤其是在特朗普總統宣布要幫共和黨一把 在2022年翻盤之後 他們的士氣完全是回來的 是沒有崩潰 是沒有賄散 人選都開始賺 所以真的有這個氣勢 當然到最後 可以不可以 都要看看民眾是否支持 不過 以目前美國的經濟被拜登這樣搞下去的時候 相信 有不少的選民都會在下次選舉當中反彈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